家乡的故障大家过年好 我是杨树林 这个马上过年了 到年底了你说我还接个大伙 宝媒拉签 今天我给介绍这两个人啊 不是别人 一位呢 是咱们环卫的宋大爷 另一位呢 是我妈 那个 别误会啊 是我妈的闺蜜 一位宝洁阿姨 就在对面楼干活呢 趁着午休这个时间呢 让他俩在这见一面 你说他俩多好 一个宝洁 一个环卫 一个主外 一个主内 他俩要到一块 绝配 哎呀 这宋大爷应该来了 宋大爷 到哪儿了 来了 我问一下的没走错误吗 没错 没错 没错也好 没错 哎呀 多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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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的呢 是怎么相信整 整这么多人给他逮着你 这满餐馆了 你就还要拿手机照我的 可是老板被我整头抢你 我废了 哎哎 哎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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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 这咋还害怕了呢 你看 你其实我真害怕呢 我怕那事你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今天小阳啊 给你个赞 哈哈哈哈 太够意思 事办得好吗 最后给我接着老太太 嗯 长得带劲 哈哈 他大个到这儿 哈哈 腿就到我这儿 哈哈 哈哈 那皮肤漂亮板啊 哈哈 长得还带劲 哈哈哈哈 我不使用弯弯的 今天我一样 那我给他领回去 哈哈 我相信决心 嗯 给他领回去 你说 我激动呢 我现花的时候 你说我是站着好 还是蹲着给好呢 哈哈 他说贵的 你给我 你给我 再去 哈哈 再去 你个完蛋完成你 还贵的 我找妈娘 哈哈 那男儿膝下有黄金 对 好赖咱得是个爷们儿 哈哈 行了 对吧 行了行了 我说宋大爷 嗯 咱说点正事啊 阿姨呢 马上就要到了 你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 我可以全盘脱出 超别充分 我跟你说啊 好 现在相亲呢 必须得具备两个条件 嗯 一呢 是颜值 二呢 是实力 您觉得 你哪方面更强一点呢 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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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呢 咱没有颜值 没有实力 咱就用真诚打动他 真诚没问题 对呀 你看我银行卡 房产证 包括我本业 我都可以给他 哈哈 好 你有这个决心 问题就不大 估计情况上阿姨也快到了 老太太你 马上到了 马上到了 快点来呀 小杨 小杨啊 你说我正干活呢 就黄昏链也没这么急的 我得回家换套衣服才行啊 不用 宋大爷挺着急的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你再边去 明明白白我的心 渴望一分真感情 停 停 你们怎么能这么残忍呢 哪疼过哪扎呀 是 曾经失败过几次 今儿这不有个老太太吗 不是 老宋啊 你快起来吧 这么大过年的 我也没带红包啊你说 就是 这花 花都接受了 不 你在啥呢 宋大爷 让你真诚也不能改辈啊 你说你 没事 坐坐坐 坐坐 哎 真诚啊 嗯 是不是看着我点激动了 有点 缓和一下 服务员 哎 来三杯咖啡 好 他宋大哥啊 不用啊 咱们喝白开水就行 不用浪费 没事 阿姨 我宋叔点野料 一般都按他肤色来 好 宋大爷 三杯拿铁啊 我也不说不乱拿铁干啥呀 不咖啡就拿铁 就是 你听明白了 不要钱 宋大爷到我们这喝咖啡 不花钱 哎呀 行啊 宋大爷 你是这的VIP啊 行 你在这充钱了 不是 你看我门口那个牌子 我们老板说了 环卫工人最辛苦 冬天到我们这喝饮品 都不要钱 是不是宋大爷 对喽 说你没毛病 劳动人民才是VIP 给你们老板点个赞 谢谢 你这样 再给你大娘来个啤叉 不是大爷 你现在对服务员要求这么高吗 点点东西还得啤个叉呦 啤叉 是啤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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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啤叉 啤啤啤啤啤啤 那个老宋啊 你说的是不是披萨饼啊 对 披头散法饼 哎呀 宋大爷你也太有才了 披萨能说成披萨 好了啊 我下去给你做披萨去了啊 大爷 那个小牙 来 这老宋头啊人不错 长得咋那么黑呢 他是不是这中外汇雪人 根本就不是汇雪 我宋大爷是环卫工人 每天风吹日晒的能够黑吗 对 你吓我一跳 说的没毛病 我的肤色跟我的工作有直接关系 晒的 你就像啊 凌晨两点我就出来扫萨鸡 哎 阳光一出来我就熬往家跑 哎 等太阳落伤了月亮一出来 我又出来了 能不黑吗 不是 那你说了半天 那太阳也没晒着你呀 那就是给黑天里待的太多是晒了 他没给我起来外号呢 他没给我起来外号呢 我叫黑暗的小精灵 小精灵 小精灵 这老头儿子这么幽默啊 小精灵 挺好 挺好挺好 那个不过我还想考验考验他的诚实度 我跟你说阿姨啊 诚实度你都不用考验 我大爷特别诚实 这么多年就没说过自己白 你说多诚实 那我也得问问 随便 宋大哥呀 你看我长得怎么样 那你心里没点数吗 就因为没数才问你的吗 好看 我跟张子怡谁好看 他好看 但是你 等他到你的事吧 没你好看 怎么样我回答的漂亮吗 两头肚 他问我呢 我也问问他呗 为啥呀 我也问问他 你说我和刘德华的谁好看 哎呀 哎呀 朋友们你说的谁好看 哎呀我的妈呀 要问你跟刘德华谁好看 那你心里不更得有数吗 我有数啊 我才问你的吗 不是刘德华好看呗 但是刘德华就是到老那时候 还是刘德华好看 哎呀 两头堵你 没毛病 真没毛病啊 老太太好人 是吧怎么样感觉 关键的不撒谎 真诚 漂亮 真诚 真诚 这样吧 啊 小杨 哎 我那就别绕弯子了 这老太太是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来的时候到时候想好了 为了表达我的真诚 我的音乐卡啊 五万块钱 全盘多出 哎哎哎 有点急了吧 耶 都怪老爷丫办事呢 cái啥呢 吐吐拉拉的 那就啪拍过去 fu accessible 可以说 这个妈妈都往回要了 谁要是孙子 拿 price 来呀 阿姨 兄弟阿姨够真诚吗 真诚是够了 那银行密码也没告诉我呀 对 密码是吗 好 我干了 多少啊 没说吗 没听着啊 你说 你没说我 没说啊 大爷让你 你不躲了 你穿里面站起 让你说密码 没让你拍结婚照 你干啥呢这是 密码是 兜来咪发烧了 没有戏啊 行了 说 你说我是不是个好东西 是是是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 密码 阿姨来电话 电话 电话 哥呀 啥事啊 打电话呀 你这么视频 他废流量啊 我想看看你在哪呢 我在咖啡馆呢 小宝啊 哎 家里所换了 这是新配的钥匙 我想给你送过去 哦 那我马上就把地址发给你 这怎么还叫小宝呢 那个小宝啊 是一个爱称啊 就是年轻人之间叫小宝啊 小宝贝啊 这就证明他们俩关系肯定不一般 肯定不一般 都给送钥匙出来了 是啊 那肯定能住一块去了 你来问这吧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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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对呀 那这老太太有缘啊 不了不了不 你你你你稳定点 很可能就是一个追求者 是不是啊 是 咱咱咱先看看情况得说 好不好啊 别激动 我一定努力对吧 你这努力必须咱得争取啊 啊 那 哎呀妈的追求者也太多了 大外甥啊 外甥 我说你这下下来 外甥 啊 大叔 那你说你有什么急事 需要五万块钱 哎呦 哎呦 我这儿啊 还真有五万块钱的卡 我想办法给你汇过去啊 完了 这么不行啊 不是不是不是 我的亲密相成 这么跑着放贷款来了吗 我这不 把钱的带款 我这离习更要不上来 老老我得把钱要 你不能这样啊 你这样咱事不就整砸了吗 那有啥砸的 我就最多我说我当个事呢 到头了 那不行 你得稳住 你要稳住 要稳住 不行 不行 你不是 你别冲动行不 不冲动 不冲动 我志趣 志趣啊 一定要志趣 等我 好好好 老宋啊 哎 实在对不起 我这大外甥啊 需要用五万块钱 你说 我这 是吧 出了点私事 我真是想用钱 你把卡给我呗 卡我可以给你 不过你得先把我手机给我 我这 最小的也着急 你们电话怎么打你那去了 老颂头啊 我看你有点紧张 要不然这样吧 咱俩呀做个小游戏 石头剪刀布 谁输了呢就选择真心话大冒险 会玩不 玩游戏倒没事 只要不动钱就行 不动钱 这样啊 你要是赢了呀 我就选择真心话 那个问啥说啥 你会玩吗 那我要赢了呢 你就当冒险呗 可以啊 就我说把卡拿来 我就给你 我老太太跟我回家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那就玩一下子 来 石头剪刀布 我赢了 这卡里一共有多少钱 五万块钱呢 继续 石头剪刀布 我又赢了 能不能给我三万 你不是说不动钱吗 你这也没动钱啊 这不说钱的吗 能不能给我三万 开玩笑呢 游戏 我真是小的妈用钱呢 不是你就说能不能 这还没等过门 你咋就这么抠呢 能 好 这卡里呀 一共五万 现在给我三万 还有两万 继续 来 石头剪刀布 玩了 为啥呀 为啥 你奔我钱来的 谁奔你钱来的 你套路太深了 不是 现在我赢了 这钱归我了 那你也得再来一把赌一次 万一要你赢了 这钱不都给你了吗 那我要输了 是不是全军覆没 对呀 你好赖你是老爷们 也得赌最后一把呀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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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拼一把 来 石头剪刀布 我又赢 老松头 你咋的了 死了 咋死的呀 吓死的 小阳 小阳 兄弟兄弟 起来 起来 大阳 你 你刚才不说你要自取吗 我这是 咬由自己呀 不行 这网头啊 刚才跟你做游戏呢 你那心眼啊 就惦记你那五万块钱的卡 是不以为我把这五万块钱给我大外甥了 实话告诉你 我用手机呀已经转给他了 你这卡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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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啊 刚才你是不是吓死了 对啊 我觉得现在你可以再死一次了 为啥呀 尬死了 一点都不尬 非常 我拿的钱回来了 咋的 再说了 他有老头来 怎么的 你听我跟你说啊宋叔 我妈跟我说得非常明白 阿姨确实是单身 我妈不可能骗我 关键我怕他骗你妈呀 小宝 小宝 哎 谢谢你 老 小宝 小宝 妈呀 老宋 队长 不是 你们认识啊 我们认识 没一个队 妈呀队长 你咋来了呢 我找他呀 你找他干啥呀 送钥匙 谁家的钥匙 我家的呀 你管他叫啥呀 叫小宝啊 哇 这羊啊 你坑烙人了 把我们队长媳妇 你给我介绍来了 我这今天工作都容易 不饱了 你知不知道 老宋 那么清清 老宋了 你过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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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宋 你刚才说 谁媳妇 那么你媳妇吗 哎呀 这是我亲妹妹 这是我亲哥 你可拉倒被逗了 你从你长得要 让门工的给抽了似的 你知道吗 你还没有这么好看的妹妹你 老宋 干啥 我问你 我叫什么名 宝库 这就对了呗 这是我亲妹妹 叫宝洁 也是做宝洁的 你看这名 你误会了 是这样 哎呀 妹妹 大舅舅 我说这个 我说你 是这样 这 Greve 这帅人 好像老孙 而我说 我也没有 老孙 你 你 你 说 你 ete 你 挺好 但老师我也告诉你啊 我妹妹她也不差 那好 人好 你俩书姨啊 俩好嘎也好 祝你俩相亲成功 谢谢 那我就想回避吧 我送你来 大舅哥 再见 大舅爷 慢走 慢走 大爷 你那宝宝叫得太是人了 刚才说 老宋头 坐 小阳 你也坐呢 就你们俩 在那鼓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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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像猴子似的 那鼓球啥呢 闹了半天不就不信任我吗 怀疑我弄你钱了 怀疑我在外面有人了 有你这样的吗 我告诉你啊 相亲到此结束 我走了 你等我等我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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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确实是误会 宋大爷他不是那样的人 你给他个机会 让他表现表现 你坐坐坐 这咋事 这叫啥事啊 让你真诚 你说你这事整的 你这咋整的 赶紧表现 哄哄 你走了 结果我上呀 我改策略了 啥策略 刚才不秩序吗 结果改强功 强功 稳住 平时那个上广场不 不去 哦 呃看不看广场 不看 哦 他们唱歌你听不听 不听 哦 哎呀 太好了 和我一样 亲爱的家伙 那么猛人 那这样吧 为了调你 还气氛你 我给你刷个抖音 好吧 我就像一颗海草 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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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风飘 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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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回去了 你凭我的 咱不能这样 你这不是强功啊 你这是硬弩啊 我问你 咱是呀 还点温柔的 对对对 走点心啊 对对对 走点心 需要情感释放和表达了 对 对 对 坏错了 你撞过来 我给你表达一下 你说嘴巴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一下你都回来呀 嘴巴嘟嘟 你别嘟嘟了 别嘟嘟了 嘟我满脸都是水呀 那我嘟嘟你不开心吗 你要不嘟嘟我更开心哪 行行行行 你就放心 我没儿没女 以后你跟我再日干 我我我告诉你吧 你小杨 你赶紧给我弄点药来吧 哎呀我阿姨 我要有药的话 我自己就先吃了 我跟你说 你这样 你这样吧 我一开始说实话 你想开心 很简单 你就跟我过日子 以后更开心 因为我没儿没女的 对不 我还是有性格 你说你开不开心 你要这么说 那我肯定开心嘛 对不对 肯定炸不了 喂 爹啊 再见 谁管你叫爹呢 你刚才不说无儿无女 无牵无挂吗 这挂着哪儿了 小杨过来 不是你在哪儿认识这老头啊 认识多长时间了就给我介绍啊 我都认识一天了 认识一天你就给我介绍 这什么人品啊 我跟你说阿姨你别着急 宋大爷人品差不了 我前天哪把包丢了 被宋大爷捡到了 他在寒风雪地里等了我两小时 我银行卡钱一分都没差 我送他紧急他不要 我送他钱他不要 后来我问大爷 我说大爷你缺啥 他说他缺老伴 是真说的吗 这么好个人 所以说我跟我妈一说 这才弄了今天这个见面会 那我还得再问问 老松头你过来 说实话呀 你过来 我今天问你的话 你必须实话实说 我问你 这个孩子给你打电话这人 就这电话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呀 没打错 没打错呀 你有没有过孩子 没有啊 那他为啥管你叫爹 你问他妈去 他妈呢 我问他爸去 不是你不是他爸吗 我是他爹呀 那他爸呢 我问他妈去 那他妈呢 跟他老洗澡去了 我问他妈呀 你干啥呀 我问这玩意没完呢 我就跟你实话实说 你别说实话了 小杨你就说到底怎么回事 我死了 你也没 老宋头儿 你告诉我这孩子到底怎么回事 问我呀 哥 你说这孩子到底是谁的 他的 哎呀 老宋啊 你真行啊 我在外边听半天了 你怎么能骗我妹妹呢 你有孩子你就说明白 我跟你儿子 我们都一起吃过饭 照过相 你根本就不诚实 你相什么亲你相亲 说明白 哎呀 咋回事呢 哎呀实话实说吧 这俩没完了 你用免提 你待会儿大爷 我先躺下 喂 爹呀 干啥呢 咋还挂我电话呢 哎呀 我这不跟你妈相亲呢吗 真的 哎进展如何了 说啥呀 三半场进行很顺利 下半场你这电话打完就够呛了 那为啥呀 为啥你就别说了 你就说你啥事吧 啊 我就想告诉你 明天我就回去陪你过年 然后我就不走了 孩子 我就是你爹相亲那个阿姨 你能不能跟阿姨说句实话 你们俩到底是啥关系 哎呀 阿姨你好 阿姨 我爹没跟您说我的事吗 没有 哎 我呀 是个孤儿 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他资助我上学 现在大学毕业了 我打算回来建设家乡 阿姨 我爹这个人呢 老好了 你就跟他处 肯定错不了 小阳你刷开 小阳呢 我咋懵了呢 这 这咋回事啊 宋大爷 嗯 你们家今年过年呢 就三个人了 哎呀 那可真好 那怎么办 我问一下 大妹子 你这样啊 你那 仔细考虑考虑 我跟别的老太相亲的时候吧 他们都说我 我关不正 他们说你五关不正 可我觉着你三关正啊 你资助大学生 石金不昧 这样好品质的老头 我上哪儿找去啊 我把下半生托付给你呀 一定会幸福 对 对 绝对没毛病 苏娜呀 哎 此时此刻 就想问你一句话 现在 什么心情 好黑哟 感觉人生已经打倒了高潮 感觉人生已经打倒了天风 行了 不给你们闹了 抓紧回家包饺子 过年了 就领个老伴 还捡个大救世 好 那准备 早饭 哎呀 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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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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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劈头散发劈唱饼好了 你挺实的 明年过年呢 我给你也介绍一个 好 再见啊 哎 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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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